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7月份的星座运势 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 分享 还有开启订阅小铃铛哦 7月份是一个非常欢乐 而且温馨的月份 不但有学生们期待的暑假 今年在7月26号开始 也会有法国巴黎的奥运 所以你会发现整个大环境 是那种大家都可以一起 帮自己喜欢的队伍 喜欢的人加油 而且很适合这种家族 社团 好朋友的聚会 那么这个月份很适合的 不只是社交聚会而已 我觉得也很适合 跟你喜欢的人告白 或者是好好找一些好朋友 这些亲戚 大家聚一聚 那么把握珍惜现在 那么这个月我们要稍微留意一下 整个心向的变化 在22日之前 太阳都在巨蟹座 所以这个是一个家族团体的时刻 很适合怎么样 各位 你如果在工作上 你要建立人脉 要经营朋友关系 在之前非常适合聚会 因为它很适合凝聚力 如果你是喜欢某一个人 一直没有办法约他出去 或告白的话 我跟你说 我也很推荐你 在这个7月份的 特别是前半段的时候 大胆的前进 那么7月份里面 这个15日到21日左右 在整个这个心向上是比较激动 或是比较波动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一种 大家可能会因为感情的事情 变得比较极端 你可能就是变得很大胆 展现出别人不知道的那一面 但是也有可能 有些人会因爱而生恨 比方说我们都是好朋友 你怎么最近你对他比较好 都对我比较差 你知道吗 就会有那种忌妒啊 比较啊的心态出现 所以这个月记得 你要会读空气啊 要懂得看脸色 那么我觉得 在这个月份 大家会过得比较开心 就是有一种同理心的概念 那到了22日以后 进入了试作的月份 那么很多事情呢 本来已经表现出来的 在这个下旬之后啊 就会更热闹 那本来没有表现出来的 这个台面下的一些小动作啦 或者是说一些这个流言蜚语啊 有可能到了这个22日以后 就会不上台面啊 就是比较容易被大家看到 那如果你是喜欢做行销 你是喜欢被看到的朋友 或许你是可以把握 市作的月份来做这些活动的 那么来看一下 个别星座的运势好啰 那我们先来讲讲事业运好了 工作运 那么我要给五个星座的朋友啊 一些建议 首先呢是巨蟹座朋友 巨蟹座呢很有趣 好下半年来讲呢 你就是以七月份是最旺的时刻 所以呢在这个巨蟹座的月份里面呢 你的事业运特别好 那么它适合做什么呢 就是第一个很多机会来找你 不要拒绝要把握 第二个如果你有新计划 好不管是短的 或者是中期的长期的 现在都可以开始着手进行 或者是你可能有些事情 已经做得不错了 你现在要收割 好比方说你 有人来找你说要买你的这个企业 或者买你的商品什么之类的 anyway谈一些合作 那么如果你可以谈到一个好价钱 我觉得这个月你可以就是 逢高卖出的概念啊 所以总之事业运是好的 再来呢我觉得事业运很不错 如果叫做上升或太阳 在这个天秤座的朋友 天秤座在下半年 其实你的运势是节节高升的 而这个月呢 你特别容易有变动转换 往外走的现象 比方说你可能有出差啊 外派啊 或是老板需要你去 跟这个国外的客户 跟公司有联络 跟外国人有互动 做一些新的品牌 新的商品 这个很棒 那当然也可能呢 你就是自己会想要换公司 或者是你被挖角 有这样的变化 那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所以要恭喜这个上升或太阳 在这个天秤座的朋友 那另外一个呢 是上升或太阳 在天蝎座的朋友 那天蝎座的朋友呢 这个月份是有点动荡的 就是你的很多事情 不是那么绝对的顺利 可是在整个运势上面来讲 你有一种除旧不新 在转换的特质 比方说 这个月可能有遇到一些事情 是要结束的 或是要换客户的 换什么事情的 你不要觉得它不好哦 它可能是一个机会 因为会有新的人事物进来 你反而很好 再来呢 天蝎座也是非常适合 就是跟外国远地 或者是一些专业的人事交流 比方说公司想发展新的技术 就派你去学 或者是 你自己想带领什么商品进来卖 这个也都是很不错的 所以天蝎座的朋友 可以好好把握一下 再来呢 是上身或太阳在处女座的朋友 处女座呢 这个月呢 你的好 不一定是个人主义 而是你在这个团体里面 大家相处愉快 合作无间 然后一起把一个事情做得很好 然后大家一起好 然后呢 你又在这个团体里面 被大家所依赖 或者是赞美 肯定 所以这个处女座朋友 这个月在事业上面是 有这方面的顺利 那么第五位呢 是上身或太阳在水瓶座的朋友 那他比较不一样 我不能说他绝对的是好 就是如果你追求的是 要成功出名啊 或者是要赚很多钱啊 水瓶座不一定 水瓶座这个月是比较劳碌累 可是呢 水瓶座可能在这个辛苦当中呢 会有很多的机会 认识你的这个合作伙伴 或者是更认识你的同事 比方说老板就请你 这个要训练新人 或者是呢 可能今天有个任务 要重新组这个团队 所以每个部门都来一些人 你就可以跟不同的人互动 也可能你要出差 所以你必须要去新的环境 对不对 认识新的人 那在这个过程里 你会有很多收获 你会看到以前没有看过的 然后有可能 你会擦出一些 感情上的火花也不一定 那么除了这五个星座呢 在事业运势很好的以外呢 我们来聊聊财运 财运呢 其实也是五个星座啦 那有重复的吗 有 就要告诉各位 上升或太阳在巨蟹 还有上升或太阳在处女座朋友 这个月财运也是很好的哦 所以这个月好好把握 那么上升或太阳在巨蟹座朋友 这个月财运呢 可能是你的事业上赚来的钱 或是你因为你自己的形象名声赚的钱 那另外一种就是 不一定是赚钱 但是你很会过生活 你生日了对不对 大家都来送你礼物 办活动 或者是你自己觉得 想要做什么事情 学什么事情 所以你把自己的生活 过得很精彩 这个其实物质生活上 也会有一个加分的作用 那再来呢 处女座朋友 因为你的人缘好 好 前面讲过你工作上 这个大家互相帮忙 所以工作运很好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 靠自己名声 比方说你是一个YouTuber 或者是你是 工作是要靠什么 就群体 人际 人潮的事情 那么处女座在这个月 特别容易有这种 因为这个量量多 人潮的关系 本私的关系 而赚大钱的机会 再来呢 我们要讲到就是 上市后太阳在双子座朋友 双子座朋友呢 这个月呢 赚钱的机会很多 那有的时候呢 是因为你过去的努力呀 在现在实现了 比方说 之前跟客户谈了很久的事情 这个月收单了 那么或者是说 你之前投资理财 最近在这个7月份 这个 它的整个投资报收率非常好 所以你就可以有收获了 所以 双子座在这方面 是特别的好的 那么 再来聊到 是上市后太阳在 射手座朋友 射手座朋友呢 在这个月是偏财运很好 那 当然你说 是不是要去买乐透之类的 这个 我觉得你也可以小事伸手 但是这个偏财运呢 是指的是说 你很容易从别人那边 得到更多你可以用的资源 比方说 当然 可能你做生意 赚钱是一种 或者是 你要跟银行周转借贷 特别能够拿到好的条件 也可能是你的这个保险 或是之前的一些基金赚钱 也可能是你的家族 分配你的什么房子 或是什么财富 成长了 所以你有这个 得到额外的好处 所以 射手座朋友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再来呢 我们要讲到的就是 上升或太阳在 狮子座的朋友 狮子座的朋友 在这个月的运势里面啊 那个财酷 有一种像水流的感觉 流进流出 流进流出 那么有这样的动态 当然就有机会赚钱 因为这个月你会有一些心思 或是一些想法在赚钱的事情上 当然也有可能就是 这个月你会做一些跟财务有关的事情 比方说你想要解定存 转投资什么 或者是呢 你决定要去这个花钱买什么 然后做什么样的这个决定 所以在钱的上面啊 你会有一些动作 当然也希望你的生意是很好的 不过是最要注意的就是 有可能啊 你就会怎么样 省小钱花大钱 很多事情你计较算得很轻 可是最后发现 有个东西你好喜欢 所以就失心风买了 这个是比较容易出现的状况 那么最后我们来谈谈感情跟人际关系 感情的部分 那么这个月的星象来看的话呢 以代表爱情跟人际的金星来看 他在12日之前啊 都待在巨蟹座 好 那我们知道22日之前 也是巨蟹座的月份 所以如果你是上升或太阳在巨蟹 天蝎 双羽或是摩羯座的朋友 基本上 你在12日之前 或者是22日之前 你的感情机会特别多 你想要出去交朋友 或者是这个从朋友变成情人 或者是你希望感情可以加温 当然我觉得在12日之前 或者是22日之前 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大的 特别是上升或太阳在巨蟹跟摩羯的朋友 你们在这个月份 如果已经有对象的话 比较容易有明确的发展方向 交不交往啦 以后的未来的规划怎么样啦 那么 如果你不是两个星座 那也没关系 你们的桃花还是很好的 就是我刚刚讲的另外两个星座 不过呢 里面来看双羽座呢 在整个桃花上面 还是算是相对理想的 什么叫相对理想 就是你们这个月很容易谈恋爱 这个恋爱呢 它是只在乎现在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此刻拥有的那种特质 而且呢 就是很快乐 欢乐 所以我觉得这个双羽座朋友 这个月呢 可以把握机会 多出去走走 然后这个靠近你喜欢的这个对象 我觉得发展的机会是高的 那么再来 就是在12日以后 金星会进入狮子座 太阳也会在22日之后进入狮子座 所以最快的是这个12日之后 最慢就是22日之后 这个上升或太阳在火象的白羊 狮子射手 以及呢 这个水瓶座朋友呢 你的桃花就开始旺了 所以接下来就是你们开始表现魅力 或是勇敢进攻的时刻 那么还有两个族群 我们要稍微强调一下 你们的这个可能是人际关系的部分 我觉得也有亮点 一个是上升或太阳在白羊座的部分 在这个月你的重点是家人 所以有可能你这个月会跟你的家人啊 或者是家族啊 有特别多的互动 感情 增温 有一些事情让你们团结 一起处理 也可能你在这个月容易有想要成家 买房 处理这个 这个住家或房子的事情 所以也会跟家人有比较多的互动 投资理财也会跟家有关 那另外一个星座是上升或太阳在金牛座的朋友 这个月你过得很开心 因为你跟你的家人啊 兄弟姐妹啊 很容易出去玩 一起去上课 或者是你有打算买车 换车 或是 有想要一起出去怎么样 坐飞机 坐邮轮的这些机会 所以呢 金牛座朋友也许在爱情上面不一定 是你的主轴 但是你跟情人或是跟家人 去旅行这些事情呢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 好哟 以上呢就是我们在7月份的一个运势分享 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愉快的7月份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一个月再见 请不吝点赞